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现在快到了2022年的岁末年终 很多公司还有老板们都非常注意 明年的财务规划 因此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范宇集团 他们公司的税务总监财务规划师 她的名字叫做Cynthia Cynthia我们在电台见过面 但是在电视还是第一次 非常欢迎您 祝您假期愉快 非常感谢主持人Lily给我这个机会 也非常荣幸来到这个电视台 旧金山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 Cynthia 范宇集团一直都是一个为大中小型公司 做全面一条龙的财务规划 讲一讲这种一站式包括的内容 还有它的优质在哪里 范宇集团是在胡总裁的带领之下 在20多年就不断的耕耘 不断的在华人的市场 在扩展我们的业务 那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 或者中小型企业的这些老板们 他们有很多的需求 那本来我们是在个人方面 把一站式已经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我们现在在下一步 我们就要拓展到公司航号的一站式 那从公司的航号一站式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要从payroll就是第一站 也就是说在公司成立以后 要公司要开始请人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payroll payroll完了以后呢 比如说有的这些员工要做401K 然后要做一些税务的规划 那接下来呢 可能还有这个买这个医疗保险 团体的医疗保险 然后买一些这个workers' calm的insurance 等等等等 那我们之后就是一直往下延伸 就等于是把这个规划做得非常的完整 嗯对的 那比如说讲到payroll啊 那我相信有在从前有一些银行 他自己有自己的payroll的这个division 可是后来呢 他们都觉得payroll应该交给专家去做 那他们自己呢 因为应该要sink一点 downsize一点 专注他们的专业 因此呢 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四 ADP这个全美国最大的payroll公司 这个时候就来公布一些南方payroll的数字啦 还有unemployment等等 那贵公司的payroll是怎么样来支持大中小型的企业业主呢 嗯您的问题非常好 我们都知道ADP哈 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了解的一个payroll公司 那他们的作风就是他的价格便宜 然后他们只做payroll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只主打payroll 那所以他的服务当然就是现代化 然后很快捷 然后价格又低 但是我们有注意到在我们中国人的市场上面 光是ADP有一点不够了 原因是说他们有一些服务呢 没有办法是双语的 然后接下来的他的service hour 也不可能是extended 就比如说有一些老板 我们中国人的老板都很忙 下班了想起来我要打电话 这个payroll有一个问题找谁 那所以我们在翻译payroll呢 我们就把这个service把它衍生到 从9点到晚上9点 方便这些企业主 在下班的时候还可以打电话 给我们做资讯 那所以我们就我们自己的目标是做成像 在美国的中国人的ADP 嗯这样子 所以说9点到9点都有customer service 真正的人来回答顾客的所有的问题啊 是的 哦好的 那这个太好了 extended working hour 那关于extended service方面 那范宇还能提供哪一些优质呢 是因为范宇我们自己本身就有 啊这个保险业务啦 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医疗保险啊 workers come啊 啊property insurance我们都有 所以我们这些都会跟啊 所有的这些企业主做一个规划 跟他们做一个配搭 那比如说啊 公司需要401k 比如说他这个401k 他要投资在American fund 那这个American fund 我们也可以做到 把直接从员工的钱里面扣下来以后 直接就转给American fund 所以他是一站式的服务 另外一个很多人很需要的服务 就是说各种的retirement planning 那老板们他的这个size不一样 有的是大公司 有的是小公司 他对这种需求不一样 那如何做到更好的适合 他的这个retirement planning呢 比如说有的公司是solo401k 有的是401k 有的是db plan 有的是dc plan 那或者是做combo plan 那这方面我们是非常的有经验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专门的人才 专门在帮我们这些企业主 对这些分析和规划 第三样就是说 在human resources HR方面 那因为呢 我们在美国这个劳工法是非常的 严格 非常严格 然后一不小心就踩雷了嘛 所以说那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要非常的严谨 那我们也是有跟这个专门的HR law公司来做一个配合 所以我们也可以提供给这些小型的企业主 中型的企业主 当他们有这些关于劳工纠纷的问题 或者在事先就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 如何做是做到不会惹后面的麻烦 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专门的服务 所以他们也可以打电话来做咨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成不同的package 来给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老板 关于HR这一块啊 我想来问一下 就是有一些中小型的中国人开的公司 事实上他是没有这个体制可以拥有自己的HR的部门 所以您就可以 范宇就可以把这个公司所有HR要做的事情都takeover 是这样的吗 可以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大部分的 比如说从开始就hire人之 就是hire人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一些法律的事情 然后哪一些文件 这些我们都之前就给他规划好了 那也有一些专门的网站 和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团队 他们有问题是可以去问的 所以他这种小公司就不需要再前一个人专门做HR 帮他赏一下你的费用 对的确是 那还有一些attorney要consultation的部分呢 也可以经由indirectly 经过自己跟范宇 有一个enterprise的 full professional package的这个benefit呢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解答了 并且贵公司在我们Cupertino 在北加州也有好几家的分公司 可以满足矽谷 又快速又 我们又比较detail oriented的这些顾客 到底是每一个地方 他们的这个中国人的components都不大一样 在洛杉矶是很多小业主为主 那在北加呢可能是高薪的 然后是engineer 还有公司自己是小型公司的老板 比较是多一点 占多一点 大家都可以经由一个免费的电话号码 就是888-831-8868 来寻找到您自己尊敬的professional 今天非常感谢Cincy啊 谢谢您 欢迎明年再继续看到您 拜拜 感谢拜拜 好的 关注朋友第一段节目结束 接着我们还有两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